不過習近平一直想把人民幣 搞得像這個美元一樣 全為國際流通的貨幣 但是現在美國卻傳出 要出重手 不但要讓中國的部分的大銀行 以後你們通通不准 給我用美元來做交易 而且甚至還打算 要讓中國的金融體系 跟全球金融體系脫鉤 但是就要請教這個加隆老師 這個當然會造成 全球金融體系的震盪 美國到底有沒有可能這麼做 而且現在這個布林肯 今天才剛到中國訪問 今天路透就出來這個消息了 所以這到底是在給 這個習近平下馬威呢 還是美國真的可能這麼做 老師的看法 這應該是真的可能這麼做 真的可能這麼做 因為4月3號 不是葉倫去中國訪問嗎 對 就是談這個問題 然後現在布林肯又來 然後美國連續動用 一個月之內動用財政部長 跟國務卿來談這個問題 所以看起來美國來真格的 來真格的 那這個意思是說 布林肯這次來 你首先要看他來的用意嘛 他的用意的話 比如說有人說 他們會談很多話題 其實都是門面 真正談的話題 議題是一個 就是中國去幫俄國建立 國防生產體系 有自己的彈藥武器去消耗 那這樣一來的話 整個烏克蘭戰局會改觀 那麼這一點的話 美國很在意 然後現在布林肯來 不是來商談的 是來開戰的 布林肯是到中國去開戰的 就是來 其實美國的部長級官員 來中國都是來給警告 下最後通牒 不是來跟你說 我們來商量看看的 其實不是 然後拜登政府 一直以來的用話 叫十二個字 就是那個保持對話 控管對抗 避免衝突 一路上是這樣講 然後實際上他這一次的 是要控管的是 中俄之間的軍事合作關係 要避免的是俄國在烏克蘭 這個消耗戰中 消耗戰當中最後勝出 他真的要避免這個 就是這件事情很具體 那布林肯來暗示的是說 你那些軍 給俄國軍事支持的 那個軍工企業貿易商 還有做貿易結算的這些銀行 美國已經看 盯準了 那問題是中國早有準備 所以跟俄國的這些貿易來往 用的是小銀行 這些小銀行 根本沒有在做美元的業務 就是純心給美國制裁 也沒關係的 這樣來 所以美國應該也知道這一點 可是要怎麼樣把制裁能夠做到六大國有銀行 這裡才是問題 就是說他如果不制裁六大國有銀行的話 那麼這個制裁會變成無關緊要 那美國的所謂強硬談話 就會變成是空話 那可是美國給制裁 中國一定漁迴閃避 譬如說以貿易來講 他可以從別的地方出貨 不是從中國本地出貨 從越南 從墨西哥 從其他地方來漁迴繞過去 那美國也就必須針對中國的漁迴閃避 來有針對性的把這個漏洞堵起來 所以布林肯這一次來 首先他在歐洲跟七大工業國外長會議 跟北約這邊先搞定 先跟盟友打招呼 然後他還會在觸發之前 公佈所謂人權報告 包括新疆的種族滅絕 西藏這邊 還有香港的二十三條立法 那這些的話 這些問題都存在 也值得談 但是這個時候挑出來 應該是為布林肯來中國做任內第二次拜訪 來做側硬的 等於是在等於是一個一個敲邊鼓 讓讓他的那個來給中共更大的壓力 那談的話題核心的 就是烏克蘭這邊 中共幫俄國建立工業生產體系 中國給零原物料零件機器設備 甚至於無人機很多 然後幫俄羅斯建立國防工業的生產線 所以要制裁的時候 除了金融機構之外 他要優先制裁 譬如說那個軍工企業這個部分 還有做貿易的 做這個中俄之間來做貿易的這個 然後問題是你要那個區隔一下 他不是大型民營企業來做這個 會做軍工或者有軍事用途 可做軍事用途的這些產品跟貿易 一定是有軍方背景 而且是紅二代 所以那個打下去的話 打的是中共裡面的權貴階級 他不是這個不是螞蟻金服阿里巴巴 還是騰訊啊 這個還是什麼那個許家印的那個恒大 不是這種民營企業 因為這種民營企業不敢做這種生意 敢做這種生意的 肯定都是有點背景的 那所以美國知道要打這個這些企業 順便打到背後的紅二代 這樣他們才會跳起來 然後再來的話打這個銀行 那打銀行的話 怎麼樣把實際上在做的那些中小銀行 能夠跳過去 直接打到大型國有銀行 這樣才能夠真的有效果 然後這個效果 假設真的有的話 那很可能也會傷到盟友 或美國自己的某些企業 某些部門 就是說打別人的話 傷敵一千自損八百之類的 那美國也要把這個部分的 那個代價能夠控制一下 那所以現在看起來美國布林肯這次來 應該是三支劍 第一個是貿易戰 就是針對企業 再來第二個技術戰 也是針對企業 再來金融戰 就是針對那個金融機構 可能是三劍齊花 勞駕葉倫跟布林肯跑一趟 肯定美國應該是準備動真格的 然後先禮後兵 不是來跟你談的 是來跟你畫紅線的 因為美國不會真的去跟中共談 為什麼 因為美國這邊知道跟中共談沒有用 談了他不會不會執行 但是如果中國銀行以後不能用美元 那問題大了 就像敏寬講的 連結匯都不行 我就讓你東西賣不出去 沒辦法交易 美國本來就知道 最後的王牌是金融 金融之前什麼呢 技術高薪技術 高薪技術之前是什麼 才是關稅貿易那個部分 所以貿易戰技術戰金融戰一層一層展開 美國本來就是這個作戰的劇本 然後呢 所以問題是怎麼樣找到邏輯上的正當性 然後一路這樣展開嘛 那所以呢 美國一定是有相當的把握跟證據了 才會叫盟友開始配合了 就是說兄弟們動起來 動起來了 就是所以布林肯出來講話 如果到時候又是雷聲大雨點小 沒有實際性制裁行動的話 我告訴你 美國以後講的話會變成空話 大家就不信了 對 所以美國 你要嘛 不要搞這麼大的陣仗 你要搞這麼大的陣仗 你要告訴別人 你是認真的來爭格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針對中共幫在軍事上支持 俄羅斯打烏克蘭這件事情 美國應該是準備動手 因為這是美國兩張大王牌之一 第一個大王牌就是查病毒來源 到時候也是要那個索賠制裁都會來 這一次的話先拿烏克蘭 中共確實在軍事的那個生產 彈藥的生產這方面去支援俄羅斯 建立國防生產體系 這個美國不可能換過 所以問題是在於美國要怎麼打法 打到什麼程度 是這樣的問題 然後呢一定會付代價 不可能說都是你賺別人賠的 所以美國這邊跟盟友這邊 多少也會付一點代價 但是這個代價要付 應該付 所以值得付 才會開始啟動整個一整套制裁